你好Z时代 我是演员张雪函 1996年出生于新疆 我还是比较典型的九五后 就是有那种敢拼敢闯的劲 现在优秀的演员越来越多了 竞争也是挺激烈的 能一直有戏拍其实挺难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充实自己的表演知识 然后多跟老前辈们去学习 要抓住每一次机会 成为真正的演技派 也是我一直努力的方向 作为演技派 就是要做到张弛有度 然后要诠释好每一个角色的他的性格 所以我觉得还是很难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 多积累经验 其实乌尔山导演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 而且有亲和力的导演 在我们训练营期间和拍摄过程期间 有一点一点去很详细地去讲解表演上的知识 因为我们都是信任演员嘛 也都是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拍戏 对导演对我们还是很有耐心的 训练艺的生活还是特别丰富多彩的 但是也是很辛苦的 我们的课程排的还是挺满的 有武术课 马术课 表演课 还有电影赏西课 历史课 等等等等 在训练营的半年吧 这半年里 我觉得我学习到了很多 收获到了很多 我当时学习到那些东西 对我现在的整个拍摄过程 和我整个成长的过程中 都是有很大的助力 我看的比较多的应该是动作片和科幻片吧 如果我要是拍电影的话 还是希望比较 想去尝试那种动作片 动作片里的角色 拍古装剧比较多 其实不论是舞者还是演员 都是表演者 都是有观众的 舞者和演员的心灵是没有界限的 但身体会被这两种界限分开 舞者是跟着音乐走 但演员是跟着语言走 他们同时都是在塑造角色 而且我觉得这两种身份 就是也都是可以拥有代表作的 也都是向观众直接去传达情感和能量 我的偶像也是北京舞蹈学员毕业的 张子怡 张子怡老师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然后有很多经典的一些代表作 他是那种比较能吃苦 然后有敬业精神的 当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品质 我觉得就是要有敬业的精神 要有那种传递正能量 然后要传递那种正确的价值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